2018年12月8号,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及采购具体装备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明确提出推荐日本海上自卫队初云级直升机护卫舰的改装,新导入18架射想作为舰载机使用的F-35B隐形战机。 2015年3月25号,初云级直升机护卫舰的首舰初云号服役,2017年3月22号,二号舰加贺号开始服役。 初云级战舰以日向级为基础,放大改进而来,长248米,甲板宽38米,标准排水量19500吨,满载排水量26000吨。 与自身称谓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该级护卫舰拥有和以往攻击型航空母舰及当代轻型航母一样的全通飞行甲板。 按照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规划,对初云级的改装将在5年内完成。 不过外界甚至预测,2020年即可完成。 据美媒推测,初云级最多可以搭载10至12架F35B,从而使日本一月再次迈入航母俱乐部。 与此同时,韩国也打算以相似的思路建造本国的第一艘航母。 近年来,韩国加快了其远洋海军的规划与建设, 先后建造了两艘排水量18000吨的独岛级两栖攻击舰。 10月22号,韩国国际海上国防工业展览会在釜山开幕, 韩国展出了韩国海军下一代两栖攻击舰ALPX-2的概念图, 设计吨位达到3至4万吨级,比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初云级大。 飞行甲板长250米,具备双层机库及耐热甲板, 可搭载16架F-35B隐形战机,预计2030年形成作战能力。 据现场讲解员表示,新一代ALPX-2配备更先进全面的传电雷达系统和舰载武器, 具有优秀的独立战斗能力,将全面超越美国海军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 日韩最近都在加紧研制轻型航母的工作, 并为其部署F-35B隐形战机,这会给他们的海军战斗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曹老师,您觉得他们会如何使用这种低配版的航母呢? 日本把它的出云号就是27000多度,这样一个排水量的直升机母舰改成轻型航母之后呢, 它就可以起飞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这种F-35B型的隐身战机。 那么一旦把这种战机搭上,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就可以改变它的所谓专守防卫的这个政策。 因为像出云级和日向级的这些直升机母舰呢, 它的航行距离都是很远的。 那么如果它搭载了已知战机之后呢, 它在进攻的能力上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因为它过去的时候主要是用于反潜作战和兵力的运输。 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作战飞机之后, 尽管数量少, 但是它的这个作战性能还是非常先进的, 那么它就可以和其他的国家的海军在争斗的时候就可以争夺局部的制空权, 继而争夺制海权, 然后呢还可以加强对陆对岛登陆作战的这种能力。 那么对于韩国而言呢, 因为它的海军发展是一直和日本镖着干的, 所以日本要是有了轻型航母, 它当然韩国它也不甘落后, 如果发展了轻型航母, 特别是在海上编队啊, 形成之后呢, 它可以对周边的这个区域的这个进攻能力啊, 或者是防御能力都会大大加强, 况且呢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 如果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 它们和美国的海军编队一起行动的话呢, 你看又可以提升它在这个军事同盟中的作用, 因为它可以有这种大型的作战平台, 它可以和美军进行信息共享, 那它的这种海上的作战能力, 当然有一个大幅度提升了。 闪电航母大大降低了航母建造和使用门槛, 这对于我们的航母发展有参考价值吗? 黄老师, 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海军航母的发展, 应该说不能说是没有参考价值,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 但是这个参考价值有多大, 我觉得还要看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况, 你注意到没有, 现在用这种两栖攻击舰的模式, 去发展所谓的轻型航母或者准航母, 一般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美国这种典型的, 我还需要整点这个二等航母, 四万吨的, 可以跟我这个大航母形成高低搭配的, 平时我执行两栖作战任务为主, 那么战时如果需要, 我带上垂直几架战机, 我可以当二等航母使用, 这是美国那个发展思路, 还有一种发展, 还有一种情况, 就发展这种两栖攻击舰的准航母, 就像日本的, 像韩国呀, 他们这种感觉, 我没航母, 由于这种原因, 要么这日本是不敢造, 怕人说, 要不像韩国这样, 我的国力展示承担不起, 我也养不起, 那好, 我就拿两栖攻击舰, 当航母用, 一舰两用, 一菜两吃, 这种情况也是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适用于我们吗? 我觉得也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我觉得从中国海军, 至少目前这样一个阶段, 发展阶段来讲, 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 大家看到, 我们的航空母舰, 在现有的这个6万吨左右的, 辽宁舰这个标准的基础上, 我们肯定以后要走向不断大型化, 这样一个道路, 另一方面, 两栖攻击舰, 大家看到, 我们已经开始发展了, 那么最新的这个, 我们这个新型的两栖攻击舰, 前不久已经在11国境界之前, 在上海的船厂已经下水了, 这个消息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的两栖攻击舰, 以后要不要带上, 像F35B这种垂直起降的, 短距起降的战斗机, 变身为二等航母, 我觉得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一,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第二, 目前我们短时间内, 能不能拿出像F35B这种, 固定以短距起降的战斗机,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 所以一个需求, 一个可能, 这两者结合起来, 至少短时间内, 我们要不要这种发展思路, 我觉得是值得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不准备。